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吃早点 我去拿 把包纸给我吧 先吃早点吧 油 一会儿再看 怎么了 有点不好的消息 怕你看了几多 那个袁世凯又新表演了 是吗 就知道瞒不过你 你走 你走 快去吧 你走 去吧 你走 我都借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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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 大总统即行政军事立法权于一身 还可以连选连任 连继任总统都要由现任总统选举产生 袁世凯这是要当皇帝呀 这太无耻了 在袁世凯的字典里 是没有无耻这两个字的 他这是要把共和国退回封建王朝啊 我要发表一篇桃园细文 好 我找姨仙去 你吃完早点再去吧 你知道了 今天我特别精神 袁世凯已经替自己把坟墓都挖好了 就等着别人给他下葬了 你喝点牛奶吧 爱太好了 爱太好了 一仙 查理 爹地 您怎么来了 一仙 你的身体还没复原呢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袁世凯快完蛋了 爹地 袁世凯他废除了临时约法 还要搞独裁 所以我说袁世凯快完蛋了 上帝欲使其面盲 必先使其疯狂 来 快走 好 来 阿娘 老百姓已经看清楚袁世凯的真面目 不会再被他迷惑了 你来得正好 我正在起草讨袁席文 你来给我当参谋 义不容私 先生 先生 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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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坐坐坐 快坐快坐 先生 袁世凯已经废除了临时约法 我已经知道了 先是解除了国会 这接着就废除了约法 我看了下一步啊 他自己就想要当皇帝了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嘛 袁世凯这样做 就是要与天下人为敌 先生想要桃园 眼下正式时机 我正在起草桃园西闻 你们来得正好 我们共同草弥此闻 先生 先生此次桃园 行天道顺明义 必将大额全胜 皇兴暴害蒙追随 再次告别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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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了 呢 若isia 我请道 穆子 我打算去美国 再大的分歧也可以和解 你和以前只是意见不同 但反原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暂时离开 就是为了不影响先生的事业 孙皇不能分 我明白 在我心目中 领袖为孙先生一人 这一点不会改变 看来你已经想好了 对了 差利兄 我想离开之前 请朋友到家中小去 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 好 我一定去 亲缘背弃前盟 暴行帝制 解散自治会 而吕炎屋安民已 解散国会 而国家无政论已 滥用公款 谋杀人才 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已 假民党域 而梁莫多为无辜已 由此四者 国无不亡 差利 这是我罗雷袁世凯的四大罪状 你觉得如何 好 严谨一概 切中要害 不过一切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说 我在想 如今是民国了 我们常把人民挂在嘴边 但你这篇桃圆西文 在底层的老百姓 到底有几个能看得懂呢 你接着说 这也是我当传教士的经验 当时我们为了传教 把圣经译成了几个版本 有文言文 有白话文 还有方言版的 你的意思是 让我弄一个白话版的 讨厌西文 就这个意思 要讨厌 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 我们为什么讨厌 你说得太对了 查理 你是一语点醒 梦中人哪 查理 喝点茶 我们正需要茶水 提提神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 白话版的桃圆西文 虽然是白话文 但我们一定不能太啰嗦 要每个人都能看得懂 就好像童谣那样 朗朗上口 那最好 你觉得呢 就像当年 蜻蜓通缉我孙文一样 对对对 这个是怎么说来的 非首孙文 非党杨瞿云 起义谋判 山火愚蒙 没错 就这个意思 我们也这么看 给他来个讨厌告示 好 先把袁世凯的几大罪状 隶属一遍 窃取政权 解散国会 操纵司法 滥截外债 暗杀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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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 元贼 窃权弄饼 专治皇帝一般 解散参中意愿 临时约法颓翻 杀害其义元勋 杨伟 与其无干 你觉得如何 我们开始吧 妈咪 你进去吧 你爹地一夜都没回来 也不知道能不能睡一会儿 我现在就过去 命令爹地睡觉 今天是端午节 吃了老家的粽子 就不想家了 去吧 自己买 我开始 来 先生 本军志在桃园 与您毫不相干 爹地 几点了 八点了 清零了啊 那个 清零啊 你把那个讨厌西文讨厌告示 翻译成英文 发给国外的各大报馆 您是说梦话呢吗 怎么是梦话 好 我这就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寄给各大报馆 我来帮你 咱们一起弄 等等 今天是端午节 妈咪给咱们准备了粽子 端午节到了 好 我先尝一个 你先给你 给我吃一个 爹地 你吃早饭了吗 还没呢 你也吃一个 先生 有个叫林雪的记者要见你 他要采访你 他来得正好 我们这里 正有东西等着他发表了 你先啊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 林雪小姐 好久不见了 查理先生 您怎么在这儿 想挣一万块钱吗 袁世凯开价一万块钱 宣赏我这颗又老又丑的人头 天哪 连您都被通缉了 不胜荣幸 什么时候来东京的 昨天刚到 查理先生 我想采访孙先生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林小姐 孙先生 终于见到您了 不愧是做记者的 嗅觉就是灵敏啊 林小姐 这是先生刚刚起草的 谢谢 讨员席文 还有讨员告示 太好了 孙先生 这两篇文章 能不能交给我来发表呢 你就不怕袁世凯 找你的麻烦 怕什么 现在国内报纸上 天天有人骂袁世凯 袁世凯想杀 都杀不过来呢 现在国内情况怎么样 一句话 天怒人怨 中文发表讨员席文 后外后外 流亡海外大总统孙文 发表讨员席文 当一先 被迫把林氏大总统 移交给袁世凯的同时 将中华民国的政体 由总统制 改成了内阁制 并写进了林氏约法 意在虚化总统的实权 1914年5月 袁世凯公然废除了 林氏约法 查理敏锐地看到 袁世凯的末日到了 随着陶原席文的公开发表 舆论迅速倒向了 革命党人一边 中华革命党 在日本成立了 现在是正常的 和俄箱的 写凯公司的 华民在里面 以赠国 地区 询成贵 监制 这照片 就等您 迁选升 变允地 他的秘密 赵家 安危他日 终须仗 甘苦来世 要共仗 多谢先生 只要一息伤存 我放心 此当革命新免不改 一路平安 后悔有机 客家 保重 义仙 这里 你们也多保重 放心 去了 几胞 宋秘书 孙先生起床了吗 先生昨晚几乎没睡 这会儿正在写信呢 我劝他 可他就是不听我的 宋秘书 你还是劝劝他吧 先生对你的话 还是听得进去的 好 请进 先生 你来得正好 这两封电文要尽快发出去 你稍作片刻 我很快就好了 好 我去吧 没有办法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亲自来做采考 国内的同志 如果得不到我的指示 他们对革命的信心 就会受到影响 我帮你把这些电报 发出去吧 好 每天都这么忙碌 难为你了 我喜欢这种 既忙碌又充实的日子 因为我接近了革命的中心 先生 怎么了 我知道 您不想让黄将军走 分开一段时间 也许会更好 但我想说 在这件事情上 可能您错得更多一些 这些话 您以前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那时候 您正在气头上 我说 我说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现在黄将军走了 我想我可以说了 可你也许会不会的 我说了 你不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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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会 我许会 你不许会 你不许会 安慰他日 终须战 甘苦来世 养功战 先生 我现在去发电报 您好好休息吧 好 你去吧 查理欣慰的是 他用智慧避免了孙皇二人的分裂 虽然黄兴走了 但他们依然是革命同志 他期待着甘苦来世 要共长的时刻 但他没有想到 这竟是与黄兴的永别 爱林和雍之的结合 让查理的内心充满阳光 因为这是两颗爱国之心的结合 是爱情的结果 祝福他们永远快乐幸福 一年后 由于查理身体的原因 我们回到上海 庆龄独自留下来 查理让他继续担任一仙的秘书 因为一仙的事业 需要查理的帮助 而只有庆龄可以代替查理 先生 回信我都写好了 好 辛苦你了 先生 今天天气不错 等您工作完了 那我陪您出去走走吧 好 等我写完这几句就休息 好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先生 您在想什么 我又想起了 那幅很美的图画 我梦到很多次了 先生 画的是什么 能告诉我吗 清廉 挥之不惧呀 红一模 蓝一模 这是谁描绘的天空中的彩霞 一颗颗 亮晶晶 谁装点在这草叶上的珍珠 这边追着 那边唱着 伴着查理悠扬动听的小号声 夜巨抬头望着千年 他们在说些什么话 不是 调胆的女人怎么走得那么快 她要去那块田里送早饭 田里的男人 起早就干母了 谁知道她流了多少汗 真美呀 这就是女人造就的天堂 女人造就的 对 女人造就的 而人类创造了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女人创造了百分之五十的真 和百分之七十的善 还有百分之百的美 先生 我原本以为您就是个革命家 没想到 还竟有如此浪漫的情怀 先生 这就是卢夫人吗 好 对 这是柯儿 就是孙柯 这是婉儿 我最小的女儿 她长得可真美 她还有个姐姐 叫孙颜 可惜 她已经走了 怎么会呢 而此革命期间 孙颜儿在美国得了重病 回到澳门休养 我去广东 见陈救命的时候 曾经探访过她 可是没想到 那是我们见过她 那是我们见过她最后一面 那是我们见过她最后一面 对不起先生 让您伤心了 其实最伤心的是她母亲 这么多年来 我漂泊在外 阿珍一个人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 数为不一 她为我牺牲了很多 她希望有个人能够代替她 能够在事业上 对我有所帮助 先生 我愿意留在您身边 尽我所能地帮助您 这衣服真好看 庸之太娘啊 已经做了不少了 您就别再那么劳累了 奶奶是奶奶的 外婆是外婆的 喜欢吗 喜欢就好 桂姐 爹地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你先来信了 你看看吧 看看 请您亲口告诉她的 你看看 这简直开天大的玩笑 孙先生从哪听说的 信里面写的 庆龄亲口告诉她的 你看看 不可能 这不像二妹的作风啊 就是啊 桂枝 你说庆龄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 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 我们是基督教家庭 怎么可能让女儿 嫁给有父之父呢 我自己的女儿我最了解 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应该亲自问问二妹 庆龄最讨厌娜妾了 她上次见到张静江的二方 那一句话都没有跟人家讲 这怎么可能啊 孙先生为什么不明确 告诉我们是谁啊 不行 我现在就跟一先回信 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 关于庆龄婚嫁的这件事 如此荒唐 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 小孩子的玩笑话 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 我们的女儿 不会给任何人做钱 无论她是这个世界上 最伟大的国王 君主 亦或是总统 让我再一次重申 我让庆龄到你身边 是让她协助呢 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工作 如果庆龄之工作于不顾 执意要去嫁一个有父之父 我宁愿没有这个女儿 不 我绝不相信庆龄 会做出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 以任何方式去伤害你 以及你所真实的 并进入全心全意奉献的事业 爹地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 不 他不明白 但他的态度 让我感动 为什么 其实作为父亲 尤其是他这样的父亲 不能够容忍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有父之父 他的想法没有错 那怎么办 清凌 你听我说 这么多年来 查理与我通舟共济 他把建立共和事业 与我们之间的友谊 看他比任何事情都要住 他不能没有我 就像我不能没有他一样 这种真情让我感动 你明白吗 这么说 爹地还没有明白 我要嫁的人就是先生 这才是让我心里不安的呀 如果是这样 我就回上海 当面告诉爹地和妈咪 也好 但是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定要有耐心 另外 千万不要抢斯托里顶撞他们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伤害他们 有些事情不是一族而旧的 需要等待 需要时间 需要慢慢地抹黑 我明白 我心里最难受的 你 Should have toove the telephone 血厂 你需要带啊 我没有信息 我需要带我 我从哪儿渣到 阿绎 她没说原因 我估计她这两天 只能到家 差点 我有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什么预感 一线 我给你写那封信吧 这会不会是 一种事的 什么意思 这两天 爱玲从朋友们那儿 听说 清灵和一线的事情 他们之间 恐怕没那么简单 别听他们瞎说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根本不会相信 是啊 这怎么可能呢 回来也好 回来 咱们当面好好问问 我爱你 我没有觉得 我刚才的什么问题 我感觉你 我怕你 我只是在一起 我不会有不肯 我只是和他 所有人 你的 先生 该吃饭吧 好 这是今天的报纸和信件 是的 不过 还没有宋秘书的信 当然没有 他现在应该刚刚到家 到了 小姐 来 慢点 谢谢 您慢走啊 爹地 我回来了 爹地 爹地 你身体好些了吗 见好了 静黎回来了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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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黎 大姐 大姐 快坐 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小宝贝啊 再有两个月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恭喜你快要当妈咪了 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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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可 我 庆灵 你 什么 大姐 我想嫁给孙先生 上帝 果真如此 你知道你将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清零 我们不能干涉你的选择 但是我想说 婚姻和革命理想 那是两回事 可是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 奉献给孙先生 和他所领导的革命 那你想过爸妈的感受吗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征得他们的同意 可是 清零啊 代替让你去她书房 好的 妈咪 代替 你找我 好 坐吧 我们聊聊天 来 经理 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呀 爹地 我想嫁给孙先生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明白 孙先生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脸 而且他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领袖 任何人跟他接触后 都很难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何况你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但是这是崇拜 爱情和崇拜是完全两回事 爹地 我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你经过深思熟虑 但你有没有考虑 第一 你孙叔叔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 第二 他是个有家室的人 第三 我们是基督教家庭 基督徒的婚姻 是神圣的 请你 妈咪 我和孙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他让我有了一种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 让我感受到了神圣和幸福 我想得到你和爹地的祝福 你们可以满足女儿的心愿吗 你的父亲不是一个保守的人 但他是你孙叔叔 如果换了别人 甚至是年龄更长 我都不会反对 但他是孙中山 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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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